各位媒體 那因為這邊我代替友記小姐 答覆各位記者一些他心裡面想要表達的事情 那因為他本身友記小姐對娛樂事業是非常有興趣的 那也同時也欣賞跟支持蕭敬騰 那也用了一千萬台幣贊助蕭敬騰一連串活動的同時 也以慈善方式贈送門票給粉絲 那他本身友記小姐自己的個性他比較熱情 那對身邊的朋友都非常的關心 也卻因為自己的關心和那個之前的一鍋湯事件 讓自己陷入了一個不堪的時段 那因為這一鍋湯就讓對方過分的渲染和詩毀 成一個不堪的瘋狂粉絲 請問如果說真的有騷擾他們的話半年的話 他也如他們口中所說的瘋狂粉絲 他們是否會接受他將近八百萬現金的贊助呢 那同時在十三年六月就是事情發生過在一年 十三年的六月還找他贊助蕭敬很負擔的寫真 這個也同時呢也同時在幫他 因為友記小姐的牽線贊助了二十四屆的金曲獎 那友記小姐呢他表達他自己只不過是一個女子 在娛樂圈是沒有什麼殺傷力的投資者 但是卻被他們講成是一個四季瘋狂粉絲 那蕭敬騰的粉絲跟路人都不斷的低俗的辱罵 也從來沒有聽過 那友記小姐呢也會有她的情緒 也是有感情的也是有感覺的 相同也有家人